转眼间,2018年就过了一半了,6月份诸如传奇GS4,别克凯月,CHR与一泽两姐妹,比亚迪唐,令克02,全新代宝来,中华V7等重磅车型相继迎来上市。 那么,7月又有哪些重磅车型值得关注的呢?车衣圈为大家整理7月即将上市的新车,他们市场关注度极高且最惹人眼,奥迪Q5L奥迪全新Q5L预售价格区间为39.50到58万元,新车前脸造型延续了海外版车型设计,采用六边形大嘴式进气格山,最大的亮点在于它的名字,也就是轴距比海外版, 加长了88毫米,达到了2908毫米,简直就是小号Q7,内饰采用奥迪最新设计风格,整体看起来简洁并带有科技感,提供40TFSI和45TFSI两种动力版本,最大马力分别为190匹和252匹。 车一圈认为,全新Q5L无论在外观、内饰、尺寸等方面虽有明显的提升,但诸如奔驰GLC、宝马X3、凯迪拉克、XT5等竞品实力也不容小觑,相较于竞品,其设计和动力的优势并不明显。 到时看售价能不能有惊喜了吧? 领克01PHEV领克01PHEV补贴前预售价格区间为24到27万元,外观基本上与领克01相似。 分体式的前大灯、细长条式的进气格山显得年轻时尚,尾部右下侧贴有01PHEV字样,彰显其新能源身份,内饰延续了领克01的内饰,并增加蓝色的元素进行点缀。 搭载一套由1.5T直列三缸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,其纯电动续航里程为51千米,综合最大续航里程为992千米,百公里加速7.3秒。 车一圈认为,作为一款紧凑型SUV,其外观时尚有个性,虽目前燃油版车型关注度很高,但品质有待时间考证。 再加上荣威ERX5,送DM以及WYP8的竞品,都会使得领克01PHEV面临挑战,如果定价合理,获得市场任何概率也很大。 T-ROCK TANGO,T-ROCK TANGO,作为一汽大众首款SUV车型,可见其意义非凡,该车定位紧凑型SUV,外观采用了T字型家族式前脸造型,双色车身也显得更加年轻, 轴距相比海外版车型增加77毫米,乘坐空间应该问题不大,三幅式平底多功能方向盘,全液晶仪表,大尺寸中控平等也以应俱全。 搭载1.4T发动机,最大马力150匹,最大扭矩250牛米,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器,车一圈认为,探戈凭借一汽大众首款SUV的光环,赢得市场广泛的关注度,外观更加时尚,动力也有所提升。 如果价格再比较有诚意的话,再配合大众新CC以及新宝来等车型,一汽大众说不定,还真有机会,把上汽大众比下去呢? 好了,以上就是车一圈为大家整理的7月份的几款重磅车型,希望可以帮到大家。